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特别好吃的口模酿虾滑 上次做过一次空气炸锅版的 我这次再做一个换一个方式 我们也是特别好吃的 来吧 我先把大虾都去了壳 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虾线给它去掉 这样比较快 你看一刀打开 虾线去的还干净 这个虾滑不要去用绞肉鸡 用绞肉鸡弄出来虾泥太细了就没有口感 先这样就给它拍一下 给它拍了以后就这个虾呢 就这样给它剁一剁就好了 不用剁成太烂啊 一定要有这种颗粒的口感才好吃啊 好了 这就剁好了啊 来 我们就把它倒到盆里 稍微给它来调调一点盐 半少 然后一点点的糖提鲜 然后呢 再加一点料酒 白胡椒粉呢是必须的哦 我们再打一个蛋清啊 只要清哦 OK 现在就给它搅拌均匀 上上劲啊 打出黏劲 然后最后 来 搅打上劲就好了 现在呢 我们再准备一些这个口膜啊 看看这个 哎呀 这大口膜多好 这个口膜呢 就把这个底部给它掰下来就好了 露出里边的这个空档我们来放虾啊 看 都好弄 蘑菇都掰好了以后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用纸呢 给它擦干了啊 虾滑也准备好了 蘑菇也洗干净了 我们把这个虾滑塞进去 这蘑菇大啊 也好塞 不需要用什么裱花袋 你看 一下就好了 OK啦 全部都塞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小煎锅啊 我们给它煎的 上次我们用空气炸锅烤的 我们这次做煎的 现在就把这个虾滑呢 冲下 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把这个 蘑菇放进去 煎的差不多有一两分钟了 我们看看 耶和 漂亮 就给它翻个面来啊 看看 虾基本上就熟了 你看 我们现在就煎这个蘑菇这面啊 蘑菇这面也已经金黄了 一个个跟门着绕绕绕绕 好了 现在呢 看看这个虾啊 哎 已经也是金黄了 我们就再稍微再煎一小会儿啊 要去保了熟啊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碗汁啊 给这个蘑菇 就放一点生抽 我用的味级鲜啊 加点胡椒粉 加一勺淀粉 加一点点的白糖 一丢丢的盐啊 好 再加一丢丢水 来 调一个就是薄的芡汁啊 添一滴老抽 好 这个香就可以了 已经都是金黄了 两面都金黄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刚才调的这一小碗汁啊 给它倒进来 把它烧开 关火了 出锅 然后把它盛出来啊 把这个汁呢 给它浇在这上头啊 点缀一下啊 再撒上一些小葱花 哇 一道非常鲜美的 又有营养的蘑菇那样 虾滑就做好了 看看做法多简单呢 大家都来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